我们都知道,动物有雌性和雄性,它们通过生殖器官来繁衍后代 那么,植物呢?它们有没有生殖器官? 如果有,它们长在哪里? 答案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就是我们常见的花朵 花朵是植物的生殖结构 它们由四部分组成,花鳄、花瓣、雄蕊和雌蕊 花鳄和花瓣是保护和吸引传粉者的结构 而雄蕊和雌蕊是生殖器官 雄蕊是由花药和花丝组成的 花药里面含有花粉,花粉是植物的雄性配子 雌蕊是由柱头、花柱和子房组成的 子房里面含有胚珠,胚珠是植物的雌性配子 当花粉从雄蕊上落到柱头上,就发生了瘦粉 瘦粉后,花粉会通过花柱长出花粉管 把雄性配子送到胚珠里,和雌性配子结合 就发生了瘦晶 瘦晶后,胚珠会发育成种子,子房会发育成果实 这样,植物就完成了生殖过程 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花朵形态和颜色 这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传粉方式 有些植物依靠风来传播花粉 它们的花朵往往很小很简单 没有明显的花瓣和香气 比如松树、玉米等 有些植物依靠昆虫来传播花粉 它们的花朵往往很大很鲜艳 有吸引昆虫的香气和蜜叶 比如玫瑰、牡丹等 还有些植物依靠鸟类或哺乳动物来传播花粉 它们的花朵往往很大很鲜艳 有吸引鸟类或哺乳动物的香气和果实 比如木棉、番茄等 总之 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寿经和繁衍后代 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这些美丽而神奇的生命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镜